昨天佳偉哥你是不是去洗車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給他下雨了 車機裡面給他洗個五次 看看他應該叫耐久的程度是如何 不好用啊 不好用就丟掉 對不對 差耶 差超多的耶 欸洗了五次耶 你今天穿這身是怎樣 很應景喔 欸全民風釋族耶 開什麼玩笑 我支持的阿根廷 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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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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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啊我們今天是要來洗車是不是 今天穿進感覺不太妙 我覺得洗車適合 昨天佳偉哥你是不是去洗車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給他下雨了 沒關係 其實越下雨越要洗車 佳偉哥呢 他這幾天丟了一個東西給我 然後呢叫我說要來測試 如果不好用就把它丟掉 是不是在這裡面喔 這個嗎 喔裡面給洗好多喔 我跟你講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洗車 因為我覺得要準備太多的工具 然後這樣洗車又花蠻多的時間 所以我通常就是直接給人家洗 這樣更會比較快 所以對於懶人來說 我覺得洗車是蠻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這個嗎 它這個是鍍膜用的 好那我們就來幫大家試試看 因為一般人洗車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人跟我是一樣 除非你真的很愛車 我有朋友啊 他是一邊洗車一直跟他說 小黑 我覺得你今天幫你洗得很漂亮喔 你知道嗎 他們會跟車講話 他是不是沒朋友 欸我說的是那個 葉玉忠欸 小葉 會跟他的車講話欸 所以呢這個東西啊 譬如說你想要讓你的車子亮麗如新的話 很多人都會做鍍膜 之前啊 家瑋哥就有找餅翔去鍍膜嘛 可是其實說真的喔 雖然他可以維持一年的時間 但是鍍膜 我覺得費用真的蠻高的 那今天這個就應該叫做懶人的鍍膜 還有一般我們洗完車之後啊 真的很討厭 就是一定要把它擦乾 然後很討厭把車擦乾的朋友啊 我們就來試試看啊 如果說用了這個東西啊 是不是你可以不用擦車 然後幫大家測試看看 如果隔天的話 其實它會有一些水痕在上面 尤其是深色的車 那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 剛才我們已經全部 把這台車給洗好了 然後中間呢 貼了一條紙膠帶的原因就是 我們要一邊試做 然後一邊就不試做 就按照一般大家 傳統的洗車就已經洗好了 好來看看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那第一件事情你要準備一個這個超細 嗯 細纖維的布 然後再來這一瓶呢 要先搖二十下 搖二十下 呵呵呵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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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鍍膜的原料呢 就直接它可以附著在這個引擎蓋上面 這個板件上面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些人覺得說 它一定要噴整面這樣就太多了 那你噴完之後 它會就變成霧霧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側面的話一樣就這樣 輪圈不要直接這樣噴喔 你就是噴在布上面 然後這樣擦 記得輪圈的地方是這樣 那內裝可以用 內裝不能喔 內裝不能用 這樣子感覺還蠻省的耶 這一瓶是說 如果一般的中型的轎車的話 是可以洗四次 那如果說你是三個月弄一次的話 大概三四十二等於一年耶 但是問題是我們還沒有測試完 那搞不好就不好用啊 不好用就丟掉 對不對 要看結果才知道啊 好那這台車就麻煩你擦乾淨囉 哈哈哈哈 好大 為什麼我們要學M7 為什麼不看X1來啊 好我們剛才呢 其實才花了大概三分鐘 一分鐘左右 就把這個半邊的車子 全部都上完了 其實很簡單耶 沒有我想像中什麼洗車 鍍膜還要在那邊什麼 很怕它很快就乾掉 所以你什麼還要在烤漆房裡面 真的有點麻煩 哎呦秉翔不好意思齁 我的意思是說齁 懶人啊 我們就自己弄一弄這樣子啦 哈哈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一邊呢 你感覺呢 表層真的就是鍍上一層膜 然後呢 它就有保護的感覺 所以呢 每一顆水珠 它都是站立起來的 然後我們剛剛是從後面 模擬是好像下雨的狀況 把水全部潑在這個整台車上面 這邊呢 有做這個鍍膜的 你看 它整面 我都完全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我們也沒有開雨刷 所以呢 它就是很乾淨 因為那個水滴它就會自動的滑落 所以呢 你要是晚上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就會 視線就會比較好 另外那邊呢 是我們完全沒有濕做的 其實就很明顯啦 差滿多的耶 這邊呢 哈哈 還是水滴一堆的在上面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啊 它也就是完全的 就是不會往下滑落 等於說這個水呢 在沒有濕做鍍膜的這個 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很有抓地力的感覺 它永遠就扒在那裡 它就不願意離開 所以兩邊是差滿多的 那我們現在 就是完全不差它喔 我們就直接到 24小時之後 直接把這台車開進去洗車機裡面 連續尬個五次 來看看呢 這個鍍膜 維持的效果到底是怎麼樣 下雨天就是要洗車耶 因為就可以不用排隊啦 對不對 因為呢 下雨天如果你用了這個鍍膜器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用怕下雨了 然後我們剛剛啊 我們其實也有講說 用了鍍膜器之後 我們要實測一下 因為它可以維持到三個月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可以做測試嘛 就直接呢 進洗車機裡面 給它洗個五次 看看它 應該叫耐久的程度是如何 那我們選了一個 生意比較好的啦 然後還有大家說 這個評價滿高的 就是車咕嚕 那待會呢 車子就這樣給它進去 而且啊 我發現他們有個很厲害的 它有一個那個輪圈刷耶 還幫你洗輪圈耶 我輪圈也有鍍膜啊 對不對 待會就可以看看啊 它的效果好不好 好 進去吧 有差耶 差超多的耶 欸 洗了五次耶 我本來還想說完了完了 叫有一個說 保佑我把它丟掉 連玻璃也是你看 玻璃也是這樣子 你看它那個破水的效果 跟那個引擎蓋的效果 這邊 真的差的超明顯的耶 哇 你們看 莉莉皆辛苦 不是 莉莉分明耶 我本來想說洗了五次 應該哪有那麼厲害 結果真的耶 這個東西真的可以留耶 所以我覺得啊 這個鍍膜劑啊 基本上 因為它一瓶才五百塊錢而已 那對於一些有經濟的考量啊 你精打細算 可是又希望你的愛車永遠亮麗如新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鍍膜劑 因為基本上它一瓶啊 其實是可以用到四次 如果以中型的轎車來說的話 然後它又可以維持到三個月 基本上這三個月真的是按照你的 停車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你可能每天都停在日曬雨淋的地方啦 或者是你家住海邊啊 這它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維持到三個月 可是像我如果車子都是停在車庫裡面 我都是室內車的話 它的維持效果就會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五百塊錢 你就可以用到一年的時間耶 再來就是喔 對於很多人 尤其是開深色車的人 如果呢 你每次洗完車之後啊 你每次這樣給它擦乾的時候 你就覺得永遠它就是有水痕 你就覺得很煩惱 可是現在啊 其實用了鍍膜劑之後 我發現根本就不要擦它 然後你就是開車的時候 讓它自然把水給弄乾之後 其實它就完全不會流下水痕 這也是一個很方便 又有省時 還有一個 有人呢就覺得說 我不想要給別人鍍膜 我要自己DIY鍍膜 你就要買很多的東西嘛 因為有無無無的瓶瓶罐罐 那有時候你輪圈又要用一個東西 然後大單要用一個東西 然後呢 你的這個玻璃啊 又要用另外一個什麼保養劑啊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就是一次就給它搞定 然後記得啊 你不要噴到裡面的那個 煞車碟盤的部分 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你也可以搭配的使用 如果 比如說我們停在戶外 你常常是戶外車 那這時候你發現你的車 哇 有鳥屎 有數字翼的時候 那你就覺得我一定要去洗車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金牌洗車筋 好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你又不想要去洗車 這時候呢 你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東西 那我給洗很多 那我給洗很多 啊真的很多耶 但基本上啊 我覺得我會選這個耶 因為我是懶人 這是獅子精吧 但是它跟其實鍍膜劑上面的成分其實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板筋上面有 那你就鳥屎 就這樣給它擦掉 其實它的鍍膜還是會存在的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是一樣的 好那最後呢 大家覺得說 欸 感覺不錯對不對 但你們要先幫我留一組喔 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我覺得我現在的車可以 因為我覺得我一般 如果給人家洗喔 而且是一般的洗車機 就是像那個加油站的 250塊耶 我不知道現在洗車這麼貴耶 所以呢 那我們就送 送五組給大家好了 拜佛心了吧 拜佛心 沒有啊那我要留一組喔 所以就只有五個名額而已啦 拜託一組給我好不好 教委哥說不好用就丟掉啊 我們就說我們都丟掉了 這樣子都不會說 那題目很簡單就是 你在洗車的時候啊 你覺得有什麼地方 你就洗車最麻煩 或者是你覺得 最困擾的地方是什麼 或者是 你覺得鍍膜有沒有一些什麼 自己的小技巧 你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來分享 或者是鍍膜的禁忌又是什麼 好每個人答應應該都不一樣喔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就會把這一整組 有三樣東西送給你喔 記得要留言喔 有 很像是叫你搖屏是不是叫你搖身體 蛤 不小心自己 身體就開始搖了起來 欸這感覺好像在別人車上噴漆那種感覺 你要留下你的肌 好 好 漂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